在美国不论是个人商品买卖还是公司大量的采购 只要有交易的行为都会涉及的是销售税 华人业者平常就应该了解销售税的法规 东森新闻特别请来了资深会计师 教导大家如何分辨销售税 并且合法的来避税 把时间交给记者叶洪志 谢谢主播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最佳财税长单元 那么在这边首先还是要谢谢所有电视机的观众 因为你们的来信非常的踊跃 那么这一集我们要特别来问一下销售税的部分 那么首先还是非常荣幸的请到 家财会计师事务所的资深会计师Tony Wang Tony你好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观众朋友问个好 主持人好 观众好 我是Tony Tony 首先就问一下王先生 他说他已经被政府找上门来查销售税 那么在这个时候可以给他什么样正确的建议 做法应该是如何 第一个 你要把每个月的一些invoice 我们讲说当你是一个retail或是wholesale的时候 你说有taxable跟non-taxable 你按照每个月把这些东西整理好 分开taxable一个non-taxable一个 那在non-taxable这方面你要make sure 你每一个invoice出去旁边attach一个 California Resale Certificate 这个东西只来证明说 当时候跟你买货的这一个人 他是resale出去而不是他自己在用的 假如他自己在用等于是end user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必须是taxable的 那第二个在taxable这一方面的话呢 你要make sure你每个invoice上面能够 他可以倒算回去就是说 你这个东西是多少钱应该收多少税 那整个12个月整理出来了以后呢 这个总的数字必须要跟你当时候报给政府里面的那个数字是一样的 那么tonio其实刚问了那么多 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呢什么样的情况下是要收销售税的 这个必须要所有的这个观众也要提醒他们的 通常来说你在家做只是只要买卖 卖有型的东西或是租有型的东西 您都需要收这个销售税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开了一个furniture store 你进来跟我买东西 你买了自己用 你是个end user 那我就必须跟你收这个销售 sales tax 好的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比如说 因为我是一个做furniture的 那你是做音响的 你跑来跟我讲 tonio我想跟你买个沙发 那你把你的那个sales permit make a copy给我 那对我来说 我觉得说你不是个end user 你是有个店面 所以我应该 我大概是不需要跟你收这个sales tax 其实这是很错误的一个观念 你必须要收 那么另外我们也来问一下 这个李先生他在外州 他说他要买一个加州的这个 有工厂已经有这个销售税执照 但是是不是要再重新申请一次 Tony你有怎么样的看法 一个观念就是说 今天不管你是做一个新的生意 或是说你跟人家买生意的话 你都必须申请你自己的sales permit 那重点是在于说 你今天跟人家买生意的时候呢 对方假如说有个sales permit的时候 你一定要跟我们加州的政府 去要求他issue一个叫做 certificate of tax clearance 那我紧接着就问 黄先生他说呢 他在这个外州的客人 要求他直接把商品寄到加州来 那么他觉得这个可能 也会有销售税的问题 是不是这样 没有错 通常我看到很多情形就是说 你把我跟比如德州有个客人 他跟我买了货 他叫我直接寄给加州的他的客人 那通常这种情况之下 对我来说 因为我在加州 加州政府会找我 你在德州他找不到你 所以呢 我应该要跟你要 一个叫做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是给use tax用的 当你把这个东西 provide给我的时候呢 那责任就在你的身上 不在我身上 但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 当你没有提出这个 certificate的时候 我还想做你的生意 那我应该怎么办 那我会问你说 比如你加州的客人 他是个retailer 或是个wholesaler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说 我就跟你的客人讲说 他可以出一个叫 California Resale Certificate给我 那假如说 他能够出给我的话呢 那也可以 我也不用收税 那这样的话 我也可以跟加州政府交代 是的 通尼 那么另外我还要再问一下 就是有一位陈小姐 她说 买了一个名贵的珠宝进海关 结果也被克了一个 叫做使用税 这好像也跟销售税 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怎么一回事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只要说你从海外 带东西进来 超过他的价值 有超过800块以上的话 你必须附用一个使用税 这个使用税就好像说 我们去餐厅吃饭 一个开瓶费一样 虽然你的东西 不是在餐厅买的 但是你是在那边消耗 他必须帮你丢所有的垃圾 他要送你这个税 美国政府 加州政府也是 也是做一样的事情 你买东西进来 他必须送你一个use tax 所以是真的要是 被克这个税的 好 谢谢Tony 观众朋友们 Tony今天跟我们 特别在这个销售税的部分 逐一的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所以不论你是在外州 或者是出国旅游回来 都要小心 可能都要克税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 最佳财税长的单元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email到 news at etvamerica.com 那么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